第一期之后我就没怎么见过小杰的脸 因为我是近视 第一期之后就没怎么见过他的脸 就是我看不见 那你在这个节目就是 看你看不清听也不是听得很懂 看你看不清听也不是听得很懂 你打造了这么一个 你是哪女 我是 你猜我哪儿 四川 南方 南方哪儿 你要讲究我口音的问题是吗 因为你LN分不清啊 哇你发现的好快啊 哇你从中话第一句我就已经忍不住了 但是从来没有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嘉宾这么揭穿过我 那我也是很没有礼貌对吧 那你也是很直白 LN分不清应该是湖南人那边会 哎无所谓啦 whatever啦我是安徽人 安徽人是吗 安徽也是LN分不清吗 对对就是这是我们那边的特色 说话的方言 我们从小 那那个人听完你这句话会开心吗 会开心 我们从小老师教导的观念就是 LN分不开 对你们不要分开他这样就不好对 哦对希望有个部门能管一下 对那老师怎么教普通话的真的是 对所以那个老师嗯对也是 哎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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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我们看平台不是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 但是能够听见声音啊 哦是画面卡 对他的画面会有一点点的奇怪 这就是直播嘛 比较烦一点点啊 所以大家忍受一下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今天 主持人无所谓 主持人从来都不会是主角 但主持人也没有被这么递死过 哈哈哈哈 这句话我就不开心了 你说不找助演 那你后面那个交响乐才是什么 哈哈 对啊 可是不是没有找助演 是节目组实在不再给再出钱找助演了 哈哈哈哈 后面已经很贵了 但是 契合很心动的女歌手哦唱的很好听 对啊 很合拍 对 对对 然后我接了面具之后 然后他就说他就打电话给他妈妈说 你知道吗 昨天那个女歌手是个男生 然后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就整个节目就特别对不起他 昨天你你还是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稍微表情了 不要再聊聊 是吗 以为我听不懂对不对 哈哈哈哈 那之前的那个 有一个节目也是一个 对二次元的节目 二次元 二次元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动漫 或者cosplay的一些有兴趣呢 我是从小就会看一些动漫 但是cosplay就从来没有穿过 因为 首先就是cosplay 像你们这样长得好看的人才会去 没有啊 有啊 我也没有穿过啊 那就是你长得不好看了 对啊 哈哈哈 你说的啊 不是我说的 对啊 然后 然后就会有各方面的限制了 比如身高身形 适合我的衣服很少 好 干嘛 你有意见吗 哈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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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那个节目也算是圆了我一个梦 因为他 哆啦A梦也OK啊 那个 身形 我比哆啦A梦呢还是高一点 还是要瘦很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的跟跟你的那个亲戚人要道歉 没有你直接跟我道歉就行 你跟他们这样 受伤的是我 对不起 蓝色的降落伞 I'm so sorry blue parachute 我现在在你眼中都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对 是一个物件 对 是软飘飘的 软 笑笑 是 这些